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針對在這個美方要來調查 那大陸外交部分人毛寧也來回應了 表示美國是耐用國家力量無力打壓 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跟國際經貿原則 損人不利己 打壓阻止不了 只會增強大陸自力自強 科技創新的決心跟能力 同時呢 艾斯摩爾的CEO也急了 文彼得在節目上 他就說完全顧慮大陸是沒有希望的 如果不分享技術 他們可以自己研究 那麼在大陸14億人 很多人很聰明 會提出我們還沒想到的解決方案 迫使他們變得更加的創新 保護主義就試圖不與其他國家合作 來保護自己的經濟 所以我們必須接受後果 並進口到了汽車 使他們更好更便宜 將軍 你看這次MEDA60 Polo 在8月29號才推出 那時候推出了大家還在那邊猜測 說你的晶片哪裡來的 是庫存的 還沒有賣完 以前舊的晶片拿出來用 所以認為他的能夠產量是不多 結果沒想到華為不到一個禮拜 他立刻推出來 這個Plus的跟這個折疊機X5 這兩種款推出來 就表示說一件事情就代表說 我的晶片其實是源源不絕 是不會中斷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美國當然會緊張 但他們網路上面經常有看到 就是他們把它拆開來看 其實現在是美國買最多的 從黑市裡面買回他們白宮 買回他們科技業 去把它拆開來看研究 結果發現這支原來MEDA60 Polo 打開來看發現它還有一個空格在那邊 還沒有放東西進去 那他們研判說這支手機 其實上是有大小兩個核心的CPU 所以大的核心分子它還沒有放進去 那果然沒錯 不到一個禮拜 它現在這個Plus跟X5兩種 這種新款手機就出來了 我覺得這代表的含義就是說 它這個手機來講的話 它的晶片是源源供應不絕 那晶片可以做得出來就代表什麼呢 那手機可以這麼樣的功能 代表它的晶片來講的話 它中心自主生產能力已經 這個已經不敢說百分之百了 但它到現在為止華為它還是很低調 它不願意講太明白 可是我們從旁邊來看推敲的話 可能它已經自制率已經很高了 那大家現在就是一個謎 你怎麼做得出來 你中心憑什麼做出來 對不對 你從EDA從設計晶片開始的這種軟體 現在確定它們是自己研發出來了 這個中心自己研發出來這個EDA 現在接著下來就是 我們最重要的是晶片的製造 晶片製造一定缺少不了 是艾斯摩爾的這種光刻機 那原來說DUV只能做28奈米製程以下的 那現在中國大陸只有DUV 它沒有這個高階製程EUV 來講的話它沒有 那你怎麼做出7奈米 那亮哥那天有說它是重複曝光 我大概知道就是說 他們重複曝光就是要曝光很多次 那它有一個光照 它那個光照來講是屬於消耗品 它每做幾次以後 照了幾次以後 它的光照就要換新的 那成本就會比較高 那究竟是用那個光照照了很多次才做出來 但是如果說照很多次很可能糧率就不高了對不對 你不可能有那麼高的糧率說可以到這個樣子 大家研判它糧率最多50% 可是現在經過它們拆解以後發現它的糧率 晶片的糧率又到90%那麼高 這是美國他們自己這個科技業把它拆開來研究 所以這件事情來講其實還有很多謎團 解不清楚 甚至於更嚴重的就是中芯自己已經可以發展出來 它有光刻機的這種技術 那這種技術不見得是艾斯摩爾的技術 或者是它用其中一部分 或者是它買了它的技術或怎麼樣 現在不敢講 因為目前來講連華為都一直低調再低調 那我們現在你緊接著看 第二個我覺得它的這種行銷頭髮也非常的聰明 它在一個禮拜之內先叫雷夢多幫它推銷第一款出來 緊接著不到第二個禮拜它馬上推出更進階版的 它的折疊機馬上就進階版就推銷出來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可能美國來講的話 科技業真的是不管是蘋果或者是高通 或甚至於其他的供應鏈來講的話 真的皮要繃緊一點去了解一下 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艾斯摩爾 現在真的是也是有一點著急了 現在他們也說像是2023 最好的電池跟電動車都來自大陸 你可以看到9月6號紐約時報數據表示 大陸汽車行業出口三年內翻兩翻 今年還超越日本全球第一 到7月份為止 大陸的汽車出口激增了86% 真的是席捲全球 沒有錯 因為現在的科技 就是我們因為台灣的媒體 比較傾向蔡政府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是沒有看到 那它的電動車現在當然無與倫比 不用講 前兩天 大家知道東協在開會 李強代表習近平去 他其實也是去看了一個高鐵通車 中國大陸前盤輸出到亞加達跟萬榮這條線 叫亞萬高鐵 那它通車它本來 你的車程要4點多個小時 那結果現在變成40分鐘 就在東南亞的第一條高鐵 現在美國沒有高鐵 前美國沒有一條高鐵 東南亞有高鐵 而且就在大家認為不是很進步的地方 就是印尼 那它這種輸出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華為 包括現在講的電動車 它其實有很多東西進步 可是各國都 因為中國大陸有些事情它是比較 比較隱藏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高深莫測 那華為就是那時候的一個指標 在川普時代用來打壓它 說它有後門 可以把很多信息傳回中國大陸 所以你有國安問題 它用這個 那有國安問題很簡單 你當著全世界的面把它拆開 因為你現在買一堆 華為的新手機都拆開 你都在分解 對啊 那你五年前為什麼不把它拿出來 分解給大家看呢 當著全世界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嘛 有鏡頭來告訴我 哪一個零件是確定的 是專門中國大陸用來確定 沒有嘛 所以你是一個栽贓 栽贓還不夠贏 它還怎麼樣 它把華為的小公主 孟晚舟過境加拿大 它叫加拿大把它抓起來 那這個是毫無人錢 而且是全世界最理虧的 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敢譴責美國 對 美國做了這種不道德 而且是讓人家看破手腳 就是說這種 這種小悲傷才會幹的 流氓手法 你也做得出來 你也做得出來 那加拿大這種國家 完全沒有主體性 對不對 美國叫你去幹什麼 你就像小弟一樣 我講真的 被很多人看破手腳 可是因為美國的軍事很強大 全世界沒有人敢批評他 可是這個就是小流氓的手法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陳述疙瘩 作詞組員 感谢观看